女神王祖贤公泽李慧和男神无厌祖的组合谁又能不爱呢 凤伯鸾飘别有仇 三生花草梦苏州 在这里一段三人纠葛的感情展开了 上世纪三十年代 翠花身为得月楼头牌歌迹宏极一时 她不仅有着超凡脱俗的容貌 更有着精湛的婚曲唱功 荣兰一个家道中落的小姐 从小喜欢女扮男装 身为女儿身的荣兰却有男儿之志 一心要做新时代女性 摆脱封建束缚 荣兰与翠花的相识 是因为有着共同的爱好 昆曲 两人因为合唱昆曲牡丹亭而相识 翠花扮演杜丽娘 荣兰扮演柳梦梅 两人配合的天衣无缝 献煞旁人 后来翠花被荣兰的表格 用三千大洋取见了荣府 做了第五房小妾 俗话说 一入豪门深四海 这三千块大洋 也买断了翠花的所有快乐 入府没多久 翠花就失宠了 只有逢年过节时 翠花才会被撬去唱曲消遣 她就像荣老爷买的金丝雀 被禁锢在这个寂寞 和庭院一样深的荣府 毫无生趣的荣府 让翠花郁郁寡欢 无从发现 不过 还好有荣兰真心对她好 在外人眼里 荣兰是一位有理想的教师 但在内心深处 荣兰却有一种负罪感 她常常刻意 做别人眼中的好事 来掩盖自己的颓废 她喜欢和翠花在一起的感觉 只有在翠花面前 荣兰觉得自己是个真实的人 她们沉醉在 地灰完整的昆局里 沉醉在彼此的惺惺相惜中 就在所有人 包括翠花自己 都忘了自己的生日时 只有荣兰记得 她给她带来了生日惊喜 荣兰许了翠花 三生三世的承诺 她们两人 就像系列的宝玉和黛玉 林妹妹发现这个哥哥 怕就是府里 她唯一能依靠的人 就好比翠花 在这偌大的荣府里 也只有荣兰可以依靠 只可惜 荣兰是个女儿身 在荣府里 翠花接触最多的男人 就是荣府的二管家 二管家年轻有为 为人正直 随着两人之间的接触日深 翠花和二管家的感情 也发生了微妙变化 单单从俯身减善 写的日记内容 就能看出 两人早已互生情愫 却因为身份地位的差别 从未越雷迟一步 就这样 直到二管家从今入伍 这场还未开始的感情 就这样无疾而终 此时的翠花 更觉得荣兰 是自己唯一的救命稻草 这些荣兰都懂 但她也不能给翠花什么 只能这样陪着她 直到再一次听戏过程中 翠花对台上的小生 起了打牌的兴趣 荣兰也顺从着她 在暧昧不清的房子里 打牌输掉小生 一件件脱掉自己的衣服 翠花目光中的欲望 也慢慢显现出来 此时的荣兰 带着深深的忧伤 起身离开 在这之后 荣兰再也没有找过翠花 不久 翠花被荣府赶了出来 走投无路的她 只能去找荣兰 同是天涯沦落人 没有谁比谁更不幸 荣兰就这么收留了翠花母女 荣兰对翠花很好 日子也是一天天过着 可直到有一天 教育局考察员 刑志刚的出现 打破了荣兰和翠花 平静的生活 相信不管男女 都抵不住这种诱惑 当然 刑志刚也把荣兰 最女人的一面 给彻底释放了出来 连荣兰自己也没想到 就这样无可救药地 陷入了案情里 在与刑志刚的相处中 荣兰才真正意识到 自己是个女儿身 荣兰告诉了刑志刚 自己和翠花的事 却没有告诉翠花 刑志刚的存在 因为荣兰知道 翠花是容不下刑志刚的 但这种尴尬纠结的 相处关系 还是被一件 突如其来的事情所打破 一天午后 翠花得知二管家 已战死沙场 便出门遣散亲情 却意外撞见 在这一天里 翠花失去了爱情和依靠 受到双重打击的翠花 伤心落寞 而荣兰亦是痛苦不已 最终 荣兰还是在两人中 做出了选择 她选择了翠花 放弃了刑志刚 因为对荣兰来说 这是她对翠花的承诺 是她的责任 而刑志刚 注定成为荣兰生命中的 一个过客 刑志刚走了 也带走了荣兰心底 最后一点暧昧 从此 荣兰常常一个人 落寞地抽烟 而翠花的身体 也每况愈下 不停地渴血 荣兰就这样 一直守在翠花身边 最后 在布满枫叶的树林中 翠花告诉荣兰 在得知二管家死讯 和见到他们的那一天 她哭了 荣兰问 那到底是为了哪一样哭呢 翠花没有回答 或许连她自己也不知道 这就是女人内心的感情 缠缠绕绕 不知所云 两人回忆着曾经的往事 翠花靠在荣兰的肩上 渐渐地闭上了眼睛 这是两个女人的故事 就像挨挽的昆曲 导演杨凡一贯的风格 深沉的悲哀 暧昧的情欲 欲说还休 看完这部电影 你能理解人家的选择吗 手中怎么 却成的空 明明 还隐在我 眼中 怎么 转眼 久了 明明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